新闻 畫畫畫 有聽我現在說 這老頭 老頭的事 就決定一生 才有人的名字 因為是這樣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按照王老師的經驗來講 這絕對有缺點 以後 因為本節目的推廣 從此之後 我們在宮廟界流行了一個 新的名詞 缺點 然後我們跟人跟人的相處 也流行了一個 比較文雅的說法 不要講你這個人是 有什麼缺失什麼 一定有缺點 為什麼這個老頭是 就是派八字 我不知道要怎麼改歲 這個五十八歲的張彥宏 他十七歲跟人結婚 結果就生一個 一男一女 結果離婚後 他就帶著長子離開 他的女兒就給對方了就對了 那麼 因為十七歲結婚嘛 所以其實也還很年輕 於是他又進入第二段婚姻 第二段婚姻他就生了三個子女 這次結婚也不好 因為先生積欠大筆的債務 所以他後來沒辦法再度離婚 這次離婚後他就結婚四個 其實說他也只能做洗碗工 洗碗工也每個月一兩萬的微薄薪水 知道他媽媽有幫他搭 就是說這個小孩的外婆 有幫忙撫養這些小孩 那麼民國86年9月18號 他讀國中的小女兒出門之後 就沒有音訊 九天之後接到警方通知 在華中橋下方的水門 發現女師跟他女兒很像 那麼可是屍體腐爛 沒有辦法證明 那麼但是十六年前失蹤的 因為沒有辦法證明身份 所以就沒有認 那他一直認為 埋在綜合第五公墓的一具無名女師 跟他的女兒是有關 可是因為當時驗證能力不全 也無法證明 你看 事隔民國86年到現在15年了 15年了 結果他就開始一直忙 忙說媽媽 他早上來跟他討論 說我沒有穿衣 我很肯 那民國一百年 於是警方就跟檢察官 申請開關驗屍 然後結果就說 DNA已經腐敗了 認定也是沒有辦法認定 後來他說可以 希望可以從骨頭裡面取DNA 這高法醫可能你知道 那麼目前正向新北地檢署 有這個開關 這舉開關驗屍 那麼已經採集了他的DNA 還有他的生父通母義父的長女的體檢 那麼近期可能會有這個結果 那問題是這個問一下高法醫 屍體如果是泡水腐敗到無法辨認 有可能嗎 可以可以可以 有可能喔 現在在怎麼 你其實在把這個骨頭燒掉 只要殘留一點點 那個小骨頭的話 都可以驗得出來 但是驗出來是媽媽那邊的 它是那個立腺裡DNA 不能驗爸爸這邊 只能驗媽媽那邊 所以媽媽如果不在就驗不出來 他媽又在啊 對 所以可以驗不出來 所以現在就是說這個事情 因為當初是沒有認到 所以這個就懸在心上很久 OK 所以希望這次驗骨頭 能夠給他一個證明 這個一定可以認出來 一個證明 如果死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心願 那想說就託夢 才又重啟這個一個驗DNA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不過這個新聞除了這個 如果國中的女兒的這個 屍體找不到 失蹤啦 找不到 這個遭遇之外呢 其實這個 這個太 這個 這個張姓婦 張姓婦人 張彥彤 就是說我們剛才說 他兩次婚姻 自己親手拉拔長大幾個小孩 四個 這四個小孩裡面有 其中有三個 在14年之內 不育兒童選擇滑中 滑中橋跳河輕生 他死的已經 死的已經三個了 三個了 他說長子獨立好強 那麼81年讀高中美工科 堅持打工致富學費 然後弟弟也考上同一所學校 這哥哥承諾 我會一併負擔你的學費 可是他才是哥哥 他也是一個學生 後來他做不到 做不到之後想不開 就選擇滑中橋輕生 剛才跳滑中橋 大小孩四個了 兩禮拜 他這個弟弟 因為哥哥為了要把他打贏的事 沒做到 輕生 這個弟弟 兩禮拜之後 他也要把他打贏的事 他也劉怡叔 說我受不了 我真的思念哥哥 我壓力太大了 兄弟 所以不敢老伯 不敢說兄弟感情很好 不敢哥哥四個 跳 往哪兒跳 所以這個媽媽是一個位 裡面失去白髮人送黑髮人兩次 而且都是這麼年輕的 這個小孩 實在是痛不欲生 這樣子 然後呢 後來他的女兒 有一個女兒 十六歲結婚嫁人 四年之後生下一個小孩 後來就跟丈夫離異 回家跟他一起住 結果民國九十五年 這個女兒說要外出借房租 也從華中橋跳下去 這家是怎樣 他就老一個孫嘛 這個孫子他也牽到十七歲了 這樣 所以這樣子講 那一個妖女是找不到 八十一年是那兩個兒子 那兩個兒子 八十六年是妖女 妖女 失蹤嘛 對 九十五年是 另外一個女兒 另外一個女兒 對 十四年 四位都去跳往中橋 所以他現在是四個都 中橋 他這個 他這個要問 我曾經有問到一個 像這種情況 這只能從家運 到底是家裡面 是遇到什麼問題 才會遇到這樣子 在前一年 王老師我再補充一下 他現在是已經 已經三個都死亡確定了 只有這個妖女 這個妖女 就是民國八十六年失蹤的這個 如果 也就是華中橋 其實他有去認那個屍體 那因為屍體九天了 他卡在那個水門 其實他說那個 其實他就很生人雜貞 但是那時候有點腐爛 沒有辦法 他說其實很像他女 不是 鎮大哥 我意思是說 如果是萬不離 華中橋那就是他這個妖 你想想看 他人生還能再經過華中橋嗎 華中橋奪走他 他四個小孩都在華中橋 有一個案子跟類似 非常相似 有一個女生 那個老婦人大概四十幾歲 也不是老婦人 少婦啦 四十幾歲 四十幾歲叫老婦人 最無重 我現在不要漏 好 漂亮的你 你跟萬美人的感受會怎麼做 不是 我自己一個人打開就好 我一個人有四十幾歲 是時候有的 我也要夾一下 你再說一次 你看這個老師是不是 在這裡有缺點嗎 你再說一次 這幾位有缺點 整體有缺 四十幾歲的小姐 對 對 他現在問教文 我說這教文是要問怎麼教文 他說教文在今年當中教文很壞 今天就沒想要講 我說教文好 教文後來拜託問 我媽祖出簽司 出三支簽司 來這三支 這三支簽司非常的重要 這三支 第一支簽司是拼五簽 這應該是 應該是耳熟能詳的 這不需作福不需求 用盡心機總未修了 那楊氏不知因氏 是官法如如不自由 之前有講過 因氏的事情 這一定有 這一定有一個問題點 可是第二張簽司 你看看丁卯簽 這個簽司也很重要 叫前途公民未得益 只恐命念有交加 兩家必定防損失 欠軍且退末之階 兩家必定防損失 就是說這一家是缺點 一家是教文 這個缺點要好要處理掉 你教文才會好 你教文要好 缺點就要處理掉 所以兩家是不能並行的 所以你一定要出一個 一定要處理掉 這樣你教文才會通 不然你欠軍且退末之階 什麼都不可以說 重點是第三句是新名 要怎麼交代 河道看看結成完 此事必定兩江泉 煮過了東西再賣 發生了 回到家中寬心座 第三句 第四句不是重點的 我的經驗是怎樣 有第一支簽司欠檬 就應該不會有第二支簽司 是怎麼兩支簽司都拼出來 有這支台北園就不少有 可能是第二支 有第二支就不少有可能是第一支 但是兩支都做得出來 這事情就大了 就是很缺點 事情就大了 而且第三章簽司 農族就讓農西高麥 這已經發生了 但是我現在 我也不敢說發生什麼事情了 現在我又說 這一次是缺點 有要說嗎 沒有要說 人生死哪比較要說 他沒辦法做主啊 現在一年而已 過程跟人生死哪了 現在報的事情是風水 風水缺點了 我風水說 風水這事情大了 是陰宅 陽宅 陰宅 陰宅 風水 我說不然這樣 他現在說 不然我讓你來 我請你來看看 他說風水是怎樣 是對著問的 沒什麼跟他說 吞吞吐吐吐 不然他說看他爸那樣問 現在報到他爸那樣問對 這個要說風水有幾問 還要報到對著問問題了 所以報到他爸那樣問 他爸那樣問他就... 好 現在請我去看 請我去這樣 要去看之前 我做一個夢 夢去這個 你也有夢喔 有喔 你夢起來都去得住喔 他已經被董事人去了 神的死者 對啊 我夢去這個夢 你看這門牌嗎 我夢去我去圓 你的門牌補我看 我看了一個門牌 陰宅是要怎樣 但是我看的門牌是這樣 為什麼 很少見到這種耶 寫情的耶 但是你寫 寫的 你如果不是 這是夢中看的 到現場看的是得的 這是什麼要說什麼意思 是說地主要去 要主委 這是離造業 離造業 這就是羅盤的問題 這待會兒我解釋 現在我這個來 等一下 你這張給我 觀眾朋友要解釋 就是說 王老師要去之前 他夢到的墓碑是長這樣 OK 然後但是到現場的墓碑 是長這樣喔 可是為什麼 明明長這樣 在夢境裡面給他顯示這個 對不對 是這樣子 對 所以墓碑還是長這樣喔 但是夢裡面是長這樣 好 奇怪 但是要說就是離造業 離造業 離不造嗎 離 不是這種離 是羅盤的離 離造業 來 先休息一下 對 高醫師你剛好相信是不是 我是拉肚子的 是我不說很像 好 不說很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